大家好 我是小羽妈妈在法国 现在我要出镜域 去鹿鹿花锅去土地 为什么呢 这一天天的事可真多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是不是小小米订了一个 去看Blackpink的巴黎的演唱会 本来是她爸爸跟她一起去的 她爸爸说她没空 就我跟她一起去 订了一家酒店 殊不知Blackpink的魅力太大了 那一晚上的巴黎附近的酒店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巴黎机场 酒店还有房间 刚刚好这个时候呢 在搜酒店的时候 又发现 戴高乐酒店 这个机场酒店旁边的希尔顿酒店 居然打完折 居然是92欧就能住一晚上 哇四星酒店高级酒店 就通过了手机网站上面的平台 下班了 钱也付了 但是呢 就是下完灯以后就发现 上面就显示说 是三到五天以后就能收到 酒店的一个预订单 但是呢 都过了一个星期了 我还是没有收到酒店 确认预订成功的邮件 然后下午的时候 打了电话给酒店 我就把我的情况 跟他们说了一下 他说他搜我的名字 没有收到我的入住信息 那么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在网上 遇到一个诈骗的平台 怎么办呢 现在呢 就只能去西逛林银行 看林银行能不能去 取得到这笔交易 去试一下吧 真是事多一天天的 银行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 他告诉我法国有一个法律 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在网上如果遇到了诈骗 可以向银行申请退款 但是呢 这个退款有一个要求就是 必须是在网上购物 并不是在实体上购物的 同时还会注销掉你的卡 10天以后会发一个新的卡给你 然后再发一个新的密码 就像是有一个新的账户了 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 然后追回这个退款 我的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工作人员就直接在我的 手机APP银行上 就帮我把这个程序操作了 因为涉及到的注销卡 那个卡肯定是用不了了 那么趁现在赶紧取线 把剩余的前身取出来 就是��요 等一下 你一不空暴 她码点 你也是用桌的 行吗 展板 大约这个卡能早一点到 本来的话 我可能人都已经到国内了 卡还没收到 回国路漫漫 各种各样杂事都非常的多 路程都是很艰辛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来 再见我的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